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饭的时候没有调味 会觉得寡 觉得淡 听歌的时候没有池中蜜 又怎会感受到甜酸苦辣呢 带领大家品尝歌池中的丰富味道 池中蜜 池中有蜜 欢迎来收听第264集的池中蜜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阿宝 今天是2023年12月7日 这么巧呢 就是直爷临直的生日 阿宝在祝直爷生日快乐 有趣的是 本身之前两个星期都是讲新世纪的一些填词人 今次本身就想讲上个世纪的一些 新年一点的填词人 想起都很久没有讲过直爷了 但我以前有讲过很多和他合作过的歌手 再查一查 发现原来有一队组合 和他合作过都不少 合作过超过20首的歌 而我还是刚刚发现我很多喜欢的sidetrack 都是由林直填词的 这队殿堂级的香港组合就是草猛 我都有好几年没讲过草猛之前 都已经是三年前讲草猛和周礼谋的合作 其实我自己可以算得上是草猛的fans 喜欢听他们的歌 喜欢看他们的舞 而最喜欢的就是他们与时并进的态度 即使今时今日他们已经是中年大叔 但仍然是最前卫最有型的中年大叔 反而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出了最红的年代 都没有他们步入中年这十几二十年那么有魅力 他们1985年就开始出道 现在已经出道了三十八年 蔡一杰的歌声仍然如此辞声 而蔡一志永远都将草猛的音乐和他们的舞台艺术 一路冲击着很多观众的听觉和视觉 永远追求突破 而负责管钱的苏志威 对市场的触觉是特别厉害 特别明白观众的需要 能够到中年之后更加的红更加厉害 甚至招揽到一些不是那个年代的fans 这一点是很多同年代的歌手是做不到的 这也是他们特别结出厉害的地方 不过当初他们入行的经过其实都挺有趣 等下可以有机会和大家说一下 至于林夕呢 就可以说由他们仍是草猛仔的时期 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不过就不算多 那时候林夕也只是出道了不久 第一首帮草猛死的歌叫做《再见七月》 我都好像没什么印象了 但踏入九十年代开始 他们就有更加多的合作 不过很多都不是用来派台Plug的sidetrack 歌曲 其中一九九一年的夜料 我是挺喜欢的 另外有首《回来坝》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这首歌已经是超过三十年的歌 好了 终于有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听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可否解答这问号 要我应该可真要做 过去了的都已虚后 如果今天开始变更好 你竟不知道 我竟不知道 原来在昨天 从会有好好倾诉 回来吧 从头开始 可否再抱紧 不理第几次 回来吧 跟你告别后 你放手 你今天好吗 我今天好吗 同样像对方 来后悔 只得烟挂 回来吧 回来吧 从头开始 可否再抱紧 可否再抱紧 不理第几次 回来吧 情难终止 只得你会智 谁令我 都要准备 我 要准备 Zither Harp 回来吧 从头开始 可否再抱紧 挥起第几次 回来吧 情难终止 只得你会智 谁令我日夜放肆 Zither Harp Baby baby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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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這首《回來壩》 它的 tagline 回來壩從頭開始 可以說印在我的腦海裡 都超過三十年了 每次見到有人提起蔡一傑的唱功 我有時都會想起這首歌 踏入九十年代的草莽 可以說是四大天王以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存在 他們的定位並不是樂隊 而是相當獨一無二的跳舞組合 但其實他們都有做音樂的創作 尤其是蔡一傑 接下來要分享的這首歌我很喜歡 是蔡一傑和蔡一傑兩兄弟一起作曲 由林職填詞 是一首令人聞歌喜舞的歌曲 是南美風格的歌 這種風格在香港可以說是非常少有 就是 Reggae 的風格 那 Reggae 的曲風呢 就正如南美的風情一樣 令人非常之愉悅 而林職的歌詞亦都非常之配合 因為這首歌是關於朋友的 這首歌的歌名 跟譚永倫那首經典的朋友一樣 都是叫朋友 我個人其實就更加喜歡這首歌 就算過了三十年 現在聽回這首歌的時候 頭都會不自覺地掐一下掐一下 非常之開心 也是林職少數比較開心的歌曲 這首也是草蠻國際歌迷會的回歌 對很多他們的歌迷來說 這首歌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你如果感到太苦悶 就让大家奋一奔 两个雪吧 笑吧 发泄不满 我曾经都有这经验 现实若不可改变 烧烧 沙沙过门前 一滴一滴 手滑手 一滴路上 见上 救伤口 天生的一对 虽会孤孤单单的永久 一滴一滴 手滑手 无论一滴 再背后 温馨的感觉 正是让你拥有 谁 门口过 只谁想起我 和你一手将风雨没走 谁 门上我 只谁想起我 和你高高低低同处走 你如果感到太苦悶 就让大家奋一奔 来吧雪吧 笑吧 发泄不满 我曾经都有这经验 现实若不可改变 你愿烧烧 沙沙过门前 一滴一滴 手还手 天空路上 面上 救伤口 天生的一对 虽会孤孤单单的永久 一滴一滴 手还手 无论一滴 夜夜 再背后 温馨的感觉 正是让你拥有 你有我这个朋友 高高 建议永远也替你分悠 高高 忧恶的气候 和你一手将风雨没走 我有你这个朋友 高高 就此有要聚乱那双手 高高 开心的气候 和你高高低低 倒出走 随门开我 只虽想起我 和你一手将风雨没走 随门上波 只虽想起我 和你高高低低 倒出走 一滴一滴 手还手 回复你上面想救伤口 天生的一对 随会孤孤单单到永久 一起一起手还手 无论一日夜夜再背后 温馨的感觉 随会孤孤单单到永久 你有我这个朋友 愿意永远也替你分悠 有温的气候 和你一手将风雨没走 我有你这个朋友 就此有要聚乱那双手 开心的气候 开心的气候 和你高高低低 倒出走 我跟你一人的哲作 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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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觉 有相当相当的 你见面和我们的手都要聚乱 你会有味道 你会有味道 他們更突破比新鮮感的聽眾之外 他們也索性推出一些概念的大碟 例如世界會變得更美 例如與你再一起 音樂昆蟲等等 對自己音樂有一定要求的草莽 來到這個階段接近出道十年的時候 他們對音樂的把控和掌握就已經更加成熟 從廣義來看,我覺得他們跟一隊樂隊真的沒什麼分別 可以說是由那時候開始 我才真真正正成為草莽的粉絲 在那段時期,林夕都說他們寫了不少歌 其中一首比較冷門的叫做《隨時見你,隨時愛你》 改編自一首意大利歌手的歌曲 是一首相當浪漫的歌曲 我自己就很喜歡 不過這首歌就可能真的沒什麼人懂得 終於藉著這次機會又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像呼吸的風,也各語中不 automated 誰也拿給你召擁 是你,隨便輕軽相容 令我每次醒來,明白曾經有著夢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从头到尾 还没限量爱你 不在世间 怎么可这忘你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为求每次回头亦望见你 没发空 改写这场戏 为你 以人生放可恋 为了最爱的人 无论天赋也自愿 为你 才知一生苦断 但却爱你不愿 无尽无止也未倦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从头到尾 还没限量爱你 不在世间 怎么可这忘你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为求每次回头亦望见你 没发空 你改写这场戏 你改写这场戏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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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尾 还没限量爱你 从头到尾 还没限量爱你 在世间 怎么可这忘你 初时见你 初时亦是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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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尾 还没限量爱你 谁敢认你 初时亦是爱你 ½次亦是爱你 日本文化的草莽 特別是參考一些中性的八、九十年代的打扮、形象 影響了他們一直以來的草莽 走的路線,尤其在舞台的演出上 在1994年,草莽推出了一首非常特別 顛覆傳統男性形象的歌曲 就叫做《沈摩天生,不是女人》 那個年代的男性形象比較黑板 不像現在比較百花齊放 那時候,男人要很男人 很滑仔,陳浩南也不定 或者很堅強,流氓大亨也不定 總而言之,在傳統上,男人需要比較堅強的一群 有淚不輕痰,流血不流淚 事實上,男人的情緒很少爆發 草莽在舞台上,經常有跨越性別的打扮 形象比較踩界前衛 草莽去演繹一首《沈摩天生,不是女人》 似乎是非他們莫屬 這首歌旋律非常精彩 還要是錯一致自己作曲 林直填詞的歌詞 說到男人失戀,就算想哭,都不能哭出來 為什麼呢?歌詞沒有說到 就是很簡單 因為西族眼光會覺得 男人這樣就是一種弱者的行為 而強者這個形象 又會令男人背負更多壓力 這首歌跟趙學兒那首張美妍填詞的《我恨我善去忍》完全相反 這首歌也是林直最喜歡的歌詞之一 可以說是一首《雌雄同體》的代表作 有收錄在她自己的精選集《林直自傳》第二唱片中 她在裡面也有一個附註 林直說 好事多磨,寫了兩次迷離版 阿智就不要 索性上來她家,逼她拿一個題材出來 她隨口說,天生不是女人 然後蔡一致即時收貨 開口中 但這首歌是政治不正確的 她說,年輕人不認識世界 藉此向所有女性道歉 的而且確,這首歌很多年之後 真的要說政治正確的話 她是將女性同時放在一個弱者的位置 當然,現在已經有一個不合時意的價值觀 所以林直在後期都向所有女性道歉 而另外,林若玲,即是林直的徒弟也有批註這首歌 她說,最近老爺,即是林直 訪問偶像杜導演,即是杜奇峰 被記者踢爆男隱身,女隱心 老爺,即是林直,就無謂這樣大發雷霆 反而為自己擁有 人無我有的,癡紅同體的填詞優勢 而沾沾自喜 這首歌對我來說,可以算得上是草猛的巔峰之作之一 聽了三十年都不厭 通称检 即是哲一簽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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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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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